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2月7号 在FB上做直播的一个时间 今天因为我刚刚回来 我才刚刚回来 东西随便吃一吃就做个直播 因为今天在外面去台中 然后帮学生看他的一个房子做一个调整 顺便拼命这样子 回来的路上都是一路大塞车 所以说筛到多了快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才回来 所以迟迟9点才台直播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有三个主题 第一个叫做做视频 第二个从学生身上看到成长 第三个从的一个意义 做视频 其实最近我有看到我有几个学生他在做视频 这几个学生来讲 各位看到他的一个风格 你们就大概知道 他都是跟我就是差不多的 差不多的 那有啊有几个啊 叫蔡天忆啊 林子玄老师啊 玄乱协同 梁敬青啊 他最近我看到一个 梁子 他是我大陆的学生 他是我大陆的学生 他比较酷 他是比较酷的 那我看到他们呢 当时候他在跟我学的时候 这一些来讲 当然有几个是有学过的 像蔡天忆跟杨俊卿这两个 这个毕竟是命理师二代 蔡天忆本身就有学过八字 那李子玄跟杨子呢 这两个都是属于那一种 命理所谓的素人 完全没有摸过的 那当我看到他们都在拍影片 然后从当中的一个状况 当然啦 跟我比起来他们是 当然是有落差啦 那我不会去说去笑他们 反而呢 跨出这第一步很重要 跨出这第一步很重要 因为呢 他们来讲的话 各位 假设是你 你懂八字 那可是你在还没有拍影片之前 你都看人家的影片 你会去批评别人 你会去批评别人 但是呢 一旦轮到角色替换 你自己在拍影片的时候 各位 你自己在拍影片的时候 你就会面临到被人批评 被人批评这一种状况 那你会做何感想 所以一旦你帮你呢 拍了一个影片以后 第一个 你要有很大的勇气 把你的东西上传 给让大家去看 所以这一些人其实呢 我们先不管他内容讲的好或坏 他们呢 都非常有勇气 他们很有勇气跨出第一步 然后呢 他们敢面对镜头 这一步非常的重要 因为他们敢面对镜头的时候 我可以跟你讲 他们绝对敢面对客人 他们绝对敢面对客人 所以 当我看到他们 或许了 他们还是处于在一个发芽的阶段 还不是一个很成熟的一个点 但是我何尝也不是这样子起来的 我何尝也不是跟他们一样 没有人天生就很会批命 都是靠著这样不断不断的去 帮自己提升起来 所以当我看到了他们 或许还是很深色 我讲他 他们或许还很深色 但是在我的眼中来讲 我觉得他们都很棒 我觉得他们都很棒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跨出了人家 不敢跨出的第一步 因为你拍影片上传 各位要知道 很多人都是怎样 总认为自己的最厉害 看到别人的观念跟他不一样 就准备要骂人家的 很多都是这一种的 可是实际上 他自己 连拍个影片 的这一种勇气都没有 这一个是很难能可贵的 所以 对于这几个 我老实讲这几个都我学生 那还有几个我没有找到的 可能他也偷偷拍我也不知道 对不对 这几个 来讲 或许了 当然有我的学生是看他们影片 然后说 老师他们跟你差太多了 当然了 废话 我是他的老师 当然我 对不对 我当然比较厉害 但是 难道我刚开始就不是从这些菜菜鸟的一个状况 出来的吗 一样 一样是菜菜鸟 一样是菜菜鸟 所以我会跟这一些学生 你们拍影片 刚开始 你们已经走出第一步了 当你们走出第一步的时候 你们就会开始迈向学习之路 也就是说 你们会越来越厉害 你们会越来越厉害 为什么 你们拍影片不可能乱拍 不可能乱拍一通 一定要去找资料是吗 这个就是一种学习 所以 来讲的话 或许人家就 你的学生水准就这样 但是我不认为 为什么 当你会嫌人家的时候 你到底做了几分 这一点就很重要 你嫌人家的时候 那你为什么不自己来 是面对着这镜头试看看呢 这一点很重要 当你面对了这一些镜头 你讲得出话来吗 或许每一个人讲结结巴巴的 但是他毕竟怎样 讲出来了 命理本身就是一个要讲出来的东西 你帮人家批命 你难道不讲吗 用写的吗 从头到尾都写给客人看吗 不可能 一定也是要讲 所以在拍一个视频当中 他就是在训练一个命理师 最基本的功力 那是什么 说出来 那如何说出来让人家更清楚 简单明了 而不是讲了一大堆 就到最后人家问你 你到底在讲什么 所以 拍影片 各位我会跟学生们讲 或许你们刚开始懂得不多 没关系拍多少 讲多少 试着去把东西讲出来 讲出来 你才会知道他到底代表的是什么 你要用什么样的方法 让人家听得懂 这一点很重要 然后当你做了以后 请你不要停下来 或许刚开始你还是菜菜鸟 但是你去看我第一部影片 然后我也很菜 对不对 我也很菜 随着这样不断不断的去磨练 到最后你个人风格会出来 你个人的风格会出来 而且你面对客人 你不会惧怕 你不会惧怕 所以这几个 老实讲 他们都是我学生 这是我有看到的 没看到的 我不知道是我学生的报上名来 你有做影片的话 给我让我去帮你看一下 所以这几个 当然 有落差 毕竟老师的功力 对不对 老师的功力跟学生比 有落差 对不对 老师十几年的批命 批命的功力 对不对 他们这个大部分都才一年多 对不对 都已经可以会讲八字了 还会帮人家批命 各位你呢 你学八字 你有没有进步到这样 所以有的时候 自己去做看看才知道 这个就是动手去做 他们都是在 走他们自己的另外一条路线 我也很高兴他们 去拍影片 为什么 其实我一直在传达 五行派的一个八字的一个理论 但是我个人传达有限 了不了解 但是假如有这一些学生帮我 他不要说他老师是谁 也无所谓 但是他们去传承 去讲述五行派的一个观念 他有他的一个粉丝 他会接触到不一样人 这个学术他才会慢慢的 慢慢的去传出去 所以 各位你会发现到很多老师都 他不希望他有学生超越他 但是我不会这样 我反而把我的学生写出来给各位看 为什么 我希望 更多人认识他们 我希望更多人认识他们 我简单的讲 命理市场这么大 我曾经跟杨俊勋讲过 我说你爸爸并没有教你如何去经营命理事业 你爸爸并没有教你如何经营命理事业 好你来找我了 你来找我了 我代替你爸爸的角色 我教你怎么去经营你的命理事业 我只跟他讲照着我的脚步走 照着我的脚步去走 他也透过这一些状况 他家里是住在仿寮 仿寮是一条街而已 很骑个摩托车 不用5分钟就可以玩的一个地方 那个是一个人口非常少的一个地方 而且非常非常乡下 他要怎么去扩展呢 我就说你跟着我 我怎么做你跟着我做 人家他现在也慢慢的去发展出属于他自己的 一些体系出来了 也就是说 不是在于说要把他的命像管打的什么风风雨雨的超有名声 人家也不吃这一套了 竟然是新的一代命理师 老爸没教的东西 透过 来找我 我当做是他老爸一样教他 他现在 也走出属于他自己的一条路线 他走的路线跟我不太一样 他走的是社团路线 就是说比较年轻一派的 不是FB社团 不是FB社团 是真的社团的路线 子玄老师 他是在一年前他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人 各位一年以后 或许在讲八字还是一样 吞吞吐吐的 但是人家怎样 就是会批命 有人付钱找他批命 我今天看到杨子 杨子来讲的话 杨子八字 他也是我学生 他也学不到一年 他也是一个八字数人 他在去年学的 他在今年我看到真的是确实长进很多 所以对于学生 前面半段 我的教学的一个状况 前面半段是教他们会批八字 后面的半段是教他们如何做命理师 以现在的命理师来讲 不需要一定要开管 你要怎么去帮你自己打开知名度 然后 顺便能够提升你自己 让你自己越来越棒 这一点 就是我对学生的一个要求 只要你肯做 你肯做 你的成就绝对不会输于我 成就不会输于我 所以这一些学生我都会帮他拍拍手 确实都很勇敢 因为他们跟我的基础点不一样 为什么我会说不一样 因为那时候我在做影片的时候 其实各位我已经有很扎实的底了 所以我在讲的时候只是风格的一个问题而已 我学术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这一些学生他们是在素人的状况下 学会了 那他们来讲他们现在面临到的就是 他要怎么去讲 然后他东西不多的情况下他要怎么去讲 所以他们会面临到 我到底要讲什么这种阶段 可是就是因为他们面临到这一种阶段 所以他们会进步 他们会去找资料 让他们更进一步 不然的话他的东西没有影片嘛 所以 做视频他是一个很好提升你自己 我们不管说他 他们这些学生 说未来他到底会不会大红大纸 那是未来的事 但是最起码有一件事他做到了 他什么事情做到 他的八字是可以用的 了不了解 你们可能学了七八年 没办法批命 可是他们一年左右可以拍影片 可以在那边帮人家批命 这个就是最大的一个差距 或许讲理讲不赢理 来比批八字 不见得会输你 所以这一个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那就只要在时间给他们久一点 看着他们从菜菜鸟变成老鸟的时候 他们都会很厉害 都会很厉害 所以在这一边我会跟他们拍拍手 他们确实都有做到我所要求的 第一步就去拍 勇敢的跨出第一步 这一点很重要 因为有很多人连第一步都跨不出去 可是他本身很厉害 我的学生有这一种的 就是跨不出去 所以 还是茫茫然 还是在人海中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说 这一些有在做影片的学生 我一定给你拍拍手 我一定给你拍拍手 好 所以说这个是第一个 做视频可以让你 成长 也可以让你知道你的东西是可以用的 可以用的 好 那我们来看 第二个 今天我 其实我是上台中帮我学生看宅 他买房子了 叫我去做一个调整 就几个学生在一起 那这 学生呢 我从我的学生身上看到了他们的成长 当然有一个啊 几乎全废了 他妈回到解放前了 你知道吗 他妈是就教他全部弯弯弯的 到最后说赶快要来找我补习 那个就不要讲了 那个妈一讲到就有气 你知道吗 还要帮他补习 但是另外一个学生 他不一样 他成长非常非常的快速 他从原本一个对自己完全没有信心的人 他完全没有信心的一个人 透过学八字 然后他也在帮人家批命的一个过程里面 这个人的自信心逐渐逐渐的建立起来 我跟他讲说我回想到第一次我跟你见面的时候 你还来找我批命 在那时候我第一个直觉 我第一直觉是这个人一定是忧郁症 这个人一定是忧郁症 果真他确实就是有这种情况 批完以后 两年后他来找我当他来跟我学八字 那学完以后 其实各位 他的一个历练其实不输 不输一般人 了不了解 他原本一个是非常羞于跟人家 沟通的 讲话都会害怕的人 他今天跟我提一件事 你知道吗 他说老师 上一次看到 你跟子玄老师在一起上镜头 我们两个可不可以 约个时间 我们一起来做直播 我想要跟各位谈谈 我是一个业余的命理师 我的一个批命的一个经验 我想要跟各位分享 我说哇靠 什么时候你变得都这么勇敢 各位一个忧郁症 一个忧郁症的人 透过学习八字 他了解到了 然后慢慢慢慢的去帮他自己 他竟然跟我提出了这一种的建议 竟然给我提出了这一种建议 当下我当然是ok 但是要找到有时间 毕竟我 我跟你说 两个礼拜我几乎每天都 就像 就像这样子 早上6点出门 晚上9点才 还回到家了 你要叫我怎么跟他拍影片 所以 从这个学生身上我们看到了 我看到了一个人的一个成长 而他也确实透过他自己本身的努力 他把他自己做一个改变 两年前他来问我的是他的 他的公司 他的厂房到底要不要继续经营 他到底他是在问这个 因为他的 他说他的经营的产业是非常传统产业 也都没有得赚这样子 那时候他就在犹豫到底要不要经营 今天我们在跟他聊的时候 他就说其实我现在 老师 我现在的烦恼并不是说 我到底会不会赚钱 而是我要如何帮我的师傅 工厂里面的师傅能够退休 不一样 他已经不一样 以前是在烦恼 没钱赚 现在是在烦恼 我要如何帮我的 我自己本身没有问题 可是我要如何帮我的员工 他的师傅让他能够退休 他这一个来讲 是不是对于他 整个来讲他是一个层次的一个提升 他是一个层次的提升 所以当我看到这个学生是这样的时候 我非常非常的替他高兴 而且他还会跟我讲 他就说老师 你讲的那个批命的那个食物经验里面 老师 老师我跟你讲 我前一阵子 我不知道他的身份的时候 我超准的 你知道吗 不知道他身份的时候 我批的如鱼得水 知道他身份以后 不太敢讲话 我说 这个你就不太敢讲话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对方他是一个那种校长退休人 所以说社会的地位算是 成就也算是高 成就也算是高 他一想到自己的时候 他就突然 比不上对方的时候 他会说 他就会说起来 我就说这很正常 这很正常 但表示你也实际的去碰过这一种人 所以你当你下一次在碰到像这一种人的时候 你就不会紧张 这个就是这样子不断不断的去磨练 训练出来的东西 这个是 没办法靠 透过 我教学的一种方式 或者是看我视频去得到 我可以跟你讲有这一些状况 一般人你假如碰到这种状况的时候 你会退缩 你会变成不敢讲话 那假如是这一些大老板的时候 各位 他刚开始不会让你知道 他刚开始不会让你知道 那你批 以后 一旦他把他的身份跟你讲的时候 他会看人 你假如退缩了 你开始在 符合 就是说只是附和他所讲的话的一种情况的话 因为这一些大老板看人看多了 他就知道你就是这样子而已 你就是这样子而已 他就不会再来找你了 因为他知道你在怕他了 他就顶多把你当员工而已 他顶多把你当员工 可是你就是要经历过这一种实物的历练 你要经历过这一种实物的历练 你才有办法 你才有那种经验 然后知道说下一次我只要碰到这种人 我该怎么去应对他 不然你第一次绝对不可能表现出 哇你多厉害 就像我4年前 随便一个小公司的老板 哇我都觉得他很棒棒啊 对不对 然后我只是一个加油站的 这个加油员 他妈一个月2万8 对不对 他一听到是老板 不是说瞧不起他呢 是会害怕你知道吗 哇这成就比我高 然后他讲的都是对的 我讲的一定都错 在批命上会有这种情况 在批命上你会突然 觉得自己很渺小 你会觉得自己突然很渺小 过了4年以后 客人的 我开始碰过很多很多客人 现在的客人 对不对 老师啊 我5天后要6000万去哪里筹啊 这时候我听起来 5天你要筹6000块 可能路上剪一剪就有了吧 各位不一样 不一样 了不了解 那一种 你就是提升了 你那个不一样 所以 像在去年我跟我一个朋友 那时候我们就 为了他要选里长 叫我去帮他找办公室 那我们就一边找 然后就一边 就中午就在那边吃饭聊天 他就跟我讲说 你这几年你差别很大 他这样子看我差别 我说没办法 这就是客人 这样子把我不断不断的训练起来 他是把我不断不断的训练起来 所以我刚刚说过了 这一些学生 或许现在他们还很菜 那你们可能学有专精 你们会瞧不起他 但是他们会有食物的批命 他们现在都已经在食物的批命 也就他们是有在收客人的 他们会随着他们越来越 越厉害的时候 他们收的客人会越来越高端 会越来越高端 你不可能还什么都不会的时候 就碰到那一种 你说你可以把人家制服的 服服帖帖的 打死我都不信 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一些人 他们的眼光是怎么看人的 你没有碰过 你完全不知道 你完全不知道 所以都是这样子 不断不断的去往上爬的 所以 当我看到这个学生 他在跟我讲这件事的时候 我就知道他有实际在批命 他是有实际在批命的 所以他会跟我讲这些经验 他甚至他还跟我讲 因为他跟我学生 大姐我跟妳讲 我们这一种业余的 不像老师那一种职业的 老师这种职业的 要讲很清楚 什么什么时间点 怎样 我们这一种业余的 其实 我们不能够讲的 怎样 太仔细 然后他有把他的 美角抓出来 各位 表示怎样 他真的有在批命 然后他把人他开始去做分类 然后知道要怎么去应对会比较好 他知道要怎么应对 这就是一个长进 他的成长 你看 之前 忧郁症 到不敢接触人 那现在 他到可以跟人家批命 然后还把人做分类 然后怎么去应对 各位 这一个落差这么大 所以 我们从学八字里面 我从我学生学八字 我会觉得他真的成长的非常大 只是说他的口才 还有他的胆量确实没有像我们这么大 假如他胆量再大一点的话 其实他是一个可以成为一个不输我的一个 命理师 他是可以成为一个不输我的一个命理师 各位 不要小看 都不要小看你们 我的职质不高 我说真的 我职质不高 我大学联考才妈的考21分 数学考21分 对不对 当年都还有一题送分题 一题7分 我才对两题 加上一题送分题 都知道我职质不高 所以来讲的话 不要小看你们 不要小看 你们只是 简单来讲 你们只是还没碰过这些事情 当你们碰过了 学习了 碰到这些事 不断不断的提升的时候 你们就会有你们自己的东西 你们会有属于你们自己的东西 这一些东西 对你们都是非常非常宝贵的 这一些是书上没有教的东西 甚至有一些学生 像今天这个学生在讲 老师 你在那边讲说要怎么去实际应对客人 老师 这个在别的 那个 门派里面 他几乎都是那种什么 职业班在学的 那个都要花很多钱的 我说 这有什么 这对我来讲 不算什么东西 我认为他不重要 我认为我的学生就是要懂这些 所以我会在直播 或者是我再做一个影片 跟你们讲有这些东西 不然你们怎么对客人 你们怎么去应对客人 那为什么我会有这种心态 最主要是各位 我刚出来当命理师的时候 我说过我的一个学生 他叫陈宏敏 他给我了一个观念 他说我就说我不会尝试 他说老师你也不用尝试 你不尝试 反而你会学到更多东西 他说他就这样子跟我讲 他他是一个不错的一个老板 他是一个不错的一个 他是做台售肥料的 代理商这样子 他是不错的 他自己本身也学过八字 然后到最后 来带来找我学这样子 那时候我们教 各位 教完的时候 我们都会互相就是交流一下 他跟我讲老师不尝试 我说我就只有这些东西而已 那是他4年前 他是我很早期的学生 他就跟我讲说不用尝试 你就这样子不断不断的教 然后不断不断的批 你会有得到东西 他跟我灌输的这个观念以后 各位 4年 他我可以说他看了我4年 因为 他是我学生 他每一次到屏东他就会来找我 每一次我有新的东西 我就会教他 有新的东西就教他 他就看着我成长 然后 他说老师你越教越简单 越来越容易明白 这个就是一个成长 他就是一个成长 成长 来讲的话 他也看到我从一个 对不对 很弱小的一个命理师 到慢慢成长为一个 独立 完全不用怕任何人 的一个命理师 我的学生他也是 他就说老师我今年财破硬 我就买厂房 生意越做越大 偶尔就在那边笑 我们就在那边笑 他也是透过命理 知道他自己的命运以后 他怎么去做经营 做得不错 所以这一些来讲 这个就是我所谓的成长 学命理对你到底有没有帮助 我发现到有很多人学了命理以后 他讲了很多的大道理 但是他的生活却是在原地打转 原地打转还好 甚至有很多是往后退步的 这一个是我看过非常非常多的现象 结果 你跟他讲说 哎呀你怎么会这样 他给你一大堆理由 而且讲的头头是道 我都会把这一些学问当做一些问号 因为为什么 我简单讲一个非常现实的事 我的客人妈都不懂命理 他成就比我们这些懂命理的还高 那我们这些懂命理的人是不是该死 还在那边跟他讲说 你要怎么做会发大财 他说你不用跟我讲 我就发大财了 对不对 所以各位 他不懂命理成就比你高 对不对 我们懂命理结果成就没人家高 但是最起码怎样 把你自己提升嘛 结果你不但没有提升还往后退 那你会不会觉得你学的东西是不是有问题 那当时当时候我就是因为有这个矛盾的现象 我那么会批命 那我当一个教育员一个月零两万八 会36了 然后我的客人每个都四五万的 成就都比我高 然后我到底在搞什么 我自己到底在搞什么 就是在这一种心态下 促成我 去跨出第一步 那我跨出第一步是 没有任何资源 我的老师什么 那时候 完全没有他们的协助 就是靠我一个人这样子 然后透过我比较擅长的写文章去帮我自己 那我的学生 他们这一些学生都是透过 他们已经有一个范本可以跟随 就是说照着我的一个 拍影片的这一种的模式 可以帮他们快速进阶 所以他们是 看敢不敢跨出第一步而已 但那时候我跨出的第一步是没有任何资源 没有任何资源 就是纯粹的 我就是 那一种心态 我要学命理 我就要把我自己搞好 不然我讲的这些东西都叫狗屁蛋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 一个道理而已 每天在那边跟人家讲开运 结果自己搞到自己 当个家务员 还沾沾自喜 跟那个家务员比起来 当然我比家务员也好 可是跟一般人比起来我又差那么多 那时候我就发现到这一点 这一点好像我错了 应该不是这样子吧 我在一个舒适圈里面 是不错 可是跟人家比又很差 所以 跳出来这个舒适圈 跳出来 以后开始慢慢的去接触 不一样的生活圈的人 所以开始的去 怎样 碰到各式各样的人 有老板 有公务员 什么都有 什么都有 开始开了我的眼界 开始开了我的眼界 就不再是像以前 在家务员里面 我很风光 这些家务员都归我管 那又如何 出了家务员什么都不是 出了家务员什么都不是 社会地位没人家高 赚钱没人家厉害 你懂命理要干嘛 所以各位 那个时候的我就是学了命理 很会讲命理 但是我没办法自己提升我自己 所以我就下定决心要改变这一种状况 既然学命理 就是把自己提升起来 给各位看 是给各位看 我的学生都知道 像今天这个学生来讲 他认识我很久了 他 他知道 我从以前到现在没有改变过 他是没有改变的 都是那一副掉掉 没有改变过 都是维持在那一种情况 都是维持在那一种情况 所以他才会怎样 一直 很认真的 我讲什么 他就是学什么 然后每一次我只要有机会到台中的时候 他就会来找我 他就会找我 然后问我他所书籍到的所有的问题 来帮他做解答 所以各位 这个就是我所讲的 学了一个命理 我不像 我不要求你们说 要一番两番变成大富翁 但是绝对要比现况要在更高一阶 这个就是成长 这个就是成长 所以 来讲的话 学命理的第一个 你要能够用在自己身上 让自己变好 就像我学生从忧郁症变成现在 哎呀 我很担心 我要怎么让我的员工可以退休 不一样了 不一样 这一点才是一个学命理最宝贵的一个地方 学命理最宝贵的一个地方 这一些都是 学生来讲 有很好的也有很不好的 那 这一些都是其次 因为 我有跟这个学生讲 你有没有发现到位阶这个问题 你是一旦知道对方的批命以后 他的位阶比你高的时候 你就会自己紧张 他说对 我非常紧张 那这样子 你先不用讲太多 为什么 因为你之前不知道 不知道命运 那你现在知道命运了 你不要管那些成就 你先不用管成就 因为那是每个人的机运的问题 有的人机运好 碰到了一个机会就上去了 那有些人就跟我们一样 都很平常 很平常的一个状况 但是你要记得一件事 先把这一些先天的地位都撇开 那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知道运势以后 怎么让自己在好的运势 一步一步往上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不要再坏的运势 一步就跌到谷底 这一点 是我们学命理很重要 所以你现在已经有体悟到这一点 他说对 他体悟到 他说真的是这样子 所以他 他就跟我一样 我就说 你看 你们在之前 都在烦恼 我学生都会烦恼 说老师 你这样子到底能不能过活 我们很担心 因为他们是这个学生是用他以前去拜师 那学 每一个学生都收二三十万以上 老师 你说那五万太便宜了 那你到底能不能过活 我就跟他讲说 我跟以前真的好很多 我跟以前真的好很多 所以 我并不在意说要去再赚多少钱 我们只要 记得 你要不招揽虽运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的观念 什么叫不招揽虽运 你不要走到 那一种 一败涂地的情况下 你只要秉实的 我现在所写的这几个字 不贪 你只要不贪 就行了 这个贪有很多种贪 贪财 贪赦 贪权利 往往你去贪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已经很好了 但是因为贪让你看不清楚方向 像我学生有身价上益的 因为贪要贪更多的财 一个不注意 啵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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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上益的身价不见了 还变负债 所以那就是贪 有些人呢 在工作职场上 他贪的那个权利 他贪的那一个职位 结果搞到最后呢 没有职位 还变到没有工作 很多 很多 所以你要记得就是说 当你真的变好了 你学命理真的变好了 记得一件事 记得不要贪 不要贪的一个情况下 你绝对不会走到最差的那一个地步 所以我跟我学生讲说 你看像我现在这样子 我跟你讲 我56岁才真的有财运 所以为什么你们发现到 我会跟以前的生活 没有两样 没有改变过 原因就是因为我知道我没运 我在那边贪什么 今年赚100 明年想要赚120 后来想要赚300 很大后来想要赚500 你只要一旦有这一个贪出来的时候 你赚不到那个的时候 你就会想办法走偏门 一旦走偏门 一个不小心就 噗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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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下来了 所以各位 这一个 祭贪 他可以保你平安 这一点要记得 贪 不一定 他有的时候会害到你 很多人就是因为贪质而走向失败的一个地步 所以这个就是我跟我学生 今天我们在跟他讨论的时候 然后我就跟他讲这个东西很重要 这个东西很重要 所以一旦你只要谨守这原则 你会往上走的 你会往上走的 这一点我可以跟各位保证 只要做对的事 然后不要贪 这样就ok 我常跟我学生讲 上天会让我赚多少钱 那是上天决定 我只要做我该做的事 这样就行了 我只要做我该做的事 这样就可以 好 这个就是今天 我在台中 跟我的学生 还有看到 这些我做视频的学生 不错嘛 都开始跨出了自己的第一步 很勇敢 假以实力 他们都是不错的 命理师 敢讲 敢说 实务经验又强 你要给他们时间 给他一两年的时间 当然你不能要求他跟要求他们跟我一样 我第一部影片是我已经有十几年的批命经验了 不一样 老鸟只是不太会讲而已嘛 对不对 好 最后要来跟各位讲的叫八字冲的部分 很多人会觉得说 老师你为什么你八字没有冲这个东西 其实八字这个冲 这个冲其实各位都知道嘛 十五冲 丑味冲 陈旭冲 毛友冲 直丑 隐身冲 四爱冲 这一些冲来讲的话 在五行派里面 大部分都是作为客 为什么 其实在冲的部分 他会把你里面的杂气全部会冲掉 他会剩下主气而已 他会剩下主气 所以说 当你只剩下主气的时候 你假如仔细看的话 跟这个嘛 银木就是甲木嘛 跟跟金两个互克 这个呢 里面就是什么 传统学里面的话 他是癸水嘛 这边会丁火 丁火 癸水克丁火 这一边呢 乙木 跟辛金 辛金克乙木 那四害呢 四害 丙火 壬水 壬水克 克丙火 所以一冲的时候 他会把所有的杂气全部冲掉 那冲掉以后 其实他就等同是克 他就等同是克 所以我在教学的时候 我会跟学生讲一件事 就是说 我们并没有冲 我们的冲理来讲的话 就等同克 你用克的现象去看就好 用克的现象去看 那这当中呢 有两组冲要特别特别留意 因为这两组冲呢 他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 这两组冲呢 叫做陈虚冲 跟丑味冲 那陈虚丑味呢 我刚刚有讲过了 当你冲完的时候 是不是会留下主气 雾土里面的主气 陈土就是雾土 蓄土就是雾土 所以为什么我会讲说 当你碰到这一种冲的时候 他会变成雾土 他会变成雾土 原因就在这里 那同样的丑味冲 他会把他的全部杂气全部冲掉 剩下主气 丑土的主气是雾土 卫土的主气是雾土 所以这两组冲 冲下来的时候 各位 他就会变成是土 原因就是在这里 那很多冲 冲的这个情况下 他就会造成你本命呢 相对应的智 也产生同样的动作 他就有可能你本来有和的 例如就像这样子 他有一个陈酉和 然后陈旭一冲 一冲的时候 是原本有和 他冲掉的时候 他就变成怎样 雾土了 他变雾土 那雾土 他 天干的雾土会跟地支的合吗 合不起来 所以原本应该有陈酉和的这个东西 他就被解掉了 所以很多学生他不清楚为什么 这两组的冲 冲出来的现象是 跟别的不一样 别的你都当做客来看就好 就只有这两组冲 为什么丑味会冲出极土 原因是就是 就是只留下他的本气 这个就是只留下他的本气 所产生的现象 所以他就会变成是解合 本来里面有职丑和 职丑一和 结果他变成集土了 就不会和了 这一种冲 他又会在哪几个位置出现 不是你本命有冲就是冲 那个没有关系 当有这种现象的时候是在 大运还有流年碰到了 陈虚 或虚尘 丑味 未虫 碰到了 他们一冲的时候 戊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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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四组 各位要了解 这四组冲 各位要了解 吕莲庆 你好 新年快乐 所以 这一个这两组冲 各位要记得 而且这个冲 冲只在于大运跟流年这两个位置 去碰到了 他就会产生这种现象 大运流年碰到了 他就会产生这种现象 所以 各位就会觉得 老师啊 你干嘛还要讲冲 冲不就是克而已吗 对 没错 但是我不是要讲其他的冲 而是只专门讲这两个土跟土的对冲 土跟土的对冲 他就会产生这一种变化 当他产生这种变化的时候 里面有合的 全部都不会合了 里面有合的 他就合不住了 对不对 只丑合 人家都变畏土了 他合什么 吾畏合 你都变成这个己土了 我要跟你合什么 对不对 同样的 卯虚合 你都变成是这一个戊土了 天干的事 天干怎么跟地之合 对不对 后来陈酉合 对不对 你都变戊土了怎么合 所以说这个就是 一种 在八字里面 冲 各位冲的意义 我就只会 特别强调这两组冲 其他的 不予考虑 其他的 就是一样按照五行深刻来看而已 其他的都是按照五行深刻 就只有当你碰到这两组的时候 而且是在大运跟流年 看好 他会产生的一种特殊现象 他就是在大运流年里面 会产生的一种特殊现象 这一个各位要牢记 不然的话有的时候你会莫名其妙 老师他不就是合吗 怎么又不合了 因为冲掉了嘛 老师你不是不想冲吗 对不对 谁跟你讲不讲冲的 我跟你讲我讲这两组冲 其他的我都不冲 所以说各位了解了以后 这一个就是一个现象 今天因为我比较晚回来 所以说我也比较晚开一点 真的是有点累 就讲到这一边 大家明天同一时间 就是会在YouTube 不是在FB的 大家明天见 拜拜